下个月出发 就是沐婉清小姐 和徐光耀先生的订婚仪式 所以我今天决定在这儿宣布 沐婉清小姐 是我要追求的人 你凭什么用这种 下流的手段对我 婉清她不喜欢你 她喜欢的人是我 你凭什么 我和她这么多年的感情 为了她 连命都不要 你凭什么 我早就对她动心思了 她这辈子 只能是老子的女人 你放手吧 你以为 区区一个平安府 穆公会承认你这个女婿吗 爸爸劝你啊 你要是选择和谭轩林在一起 对你对她都没有好处 你打理咱们穆家的生意 需要独军府来帮助 而她呢 只是一个刚刚到任的上海司令 你拒绝了光耀和她在一起 那就是害了她 只要我和她成亲以后 我足够对她好 她会爱上我 你不是这种人 从小到大 我都温和谦然 但是这一次 我不打算让你 谭轩林现在在哪儿 她从民房出来之后 就带着少帅去见了穆小姐一面 又带着穆小姐 回到了那处民房 待了一小会儿 然后又和穆小姐 去了白岛林 到现在都没出来 别紧张 有你男人在 什么都不怕 我知道 你天不怕地不怕 我现在最怕的 就是你不理我 你又不争计 你说你一直在带兵打仗 那你怎么会跳舞啊 这几年不光要打仗 还要搞交集 就陪那些阔太太们 跳跳舞 打打牌什么的 很辛苦的 以后有我在呢 你不用替谁打仗 你也不要去求谁 给你出钱 我和整个穆家 都是你的后盾 那就是 你养我了 只要我让你们 把货运到上海 我就有钱赚对吗 谭思琳果然是聪明人 你从来都是 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你又在搞什么名堂 我这可是身在操营 心在寒 你不会说我气了吧 晚清 我怎么觉得 这两天 你对我的态度 好像不太一样 我们这不是各自 都在忙各自的事情吗 没有天天见面 很正常 诚过有句话 叫有钱能使鬼推磨 我想会会他 为众人实心者 不可使其暴毙于风雪 如果被人发现 我会背上通敌的罪名 他虽然在外南边做事 但他曾有恩于我 我必须报答他 你觉得晚清这个姑娘怎么样 晚清秀外汇中 又以我是青梅竹马 我自然是喜欢 光耀今年啊 虚岁二十五 是该给他讨一门亲事了 请督君的意思是 光耀贤之 看上我们家晚清了 晚清这孩子得体大方 两人情投意合 很是般配 爸 现在这南方的战事更紧了 如果重提婚事 只怕会遭人诟病啊 怎么会呢 时局不稳 徐穆两家更应该相互帮衬 不过 订婚仪式就安排在下月出发 明天十点 报警方局 你有什么办法了 我觉得现在硬顶不是办法 你要不然前答应 就当是权益之计 婚姻大事 怎么可能是权益之计啊 你非要看着我和徐伯军 鱼死网破你才满意是吗 我是喜欢你 但是这种喜欢 要拿命去赌的话 我也得掂量掂量 你混蛋 我哪一场仗 不是险中求胜 这一次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吧 如果这输赢 要拿你的命去换 我宁愿不要 我宁愿不要 傻瓜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奔到徐伯军 说好了一辈子 一天都不会烧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你不会是想金屋藏胶吧 你笑什么 不是 动动脑子 我都有你了 我怎么还会喜欢其他女人呢 吃什么醋 你跟你妈妈肯定有很多话要说 我就不进去了 那你在门口等我 小夫人 请你给我时间 我一定会让真相大败于天下 你隐瞒了杀死沐远航的真相 还不惜献出生命表忠心 是有求于徐伯军吗 如果不是你 我妈妈和哥哥的仇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报 谢谢你 你看啊 这上海都是我的地址 只要有我在 你一定会平平安安 我两次喝醉酒 都是你陪着我 你这一次 不会又把我当成虚光药了吧 又 你看你都忘记了 上次你被人下了药 迷迷糊糊的 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是像这样吗